万达集团董事会成员调整,冤董事银海,林宁退出董事会,而林宁正是王健林妻子,今年6月,万达电影重组方案, 曾引发新交所关于王健林及其配偶林宁,是否构成了一致行动神的问询,此次董事会成员变动,不禁让外界担心,两人的婚姻是否亮红灯,作者雄影编辑行云大连安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了董事信息,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, 8月13日,万达集团董事会成员两退次进,由七人变更为九人,冤董事银海,林宁退出董事会,取而代之的是高熙,肖广瑞,董建月,取得真思敏董事,林宁的另一个身份是王健林妻子,林宁本来了一直是王健林背后的女人,而2014年开始,林宁对万达的关心逐渐增多, 2014年3月14日,林宁的名字出现,在了万达董事会成员的名单中,担任董事一职,2015年2月10日,3月17日,林宁分别买入万达电影两万股,一万股,随后于2015年4月8日悉数卖出,获利约70万,由于林宁买入,卖出万达电影股票的时间节点,与万达变购重组的时间极为接近, 林宁被媒体质疑涉嫌内幕交易,不过这一说法,遭到了万达方面的反驳,2015年7月30日,万达集团及万达院线相关负责人表示,对于相关媒体质疑,万达方面并不愿意做过多的公开回应,林宁等人员并未,涉嫌内幕交易,万达院线近期的收购, 也都严格按照证监会要求予以披露,不存在信息泄露等问题。 2016年2月,王健林将其持有的万达影师3%股权转让给林宁,价值3000万,随后,这一股权急切落落,最后在2017年被定格在了4%。 自2017年7月4日起,万达电影因为资产重组是一平台将近一年,2018年6月25日,万达电影公布了新的重组方案,万达电影领收购万达影是96.82%的股本,交易作价116.19亿元人民币,其中26.93亿元以现金直接支付给王健林,王思聪父子。 对于套现27亿,万达表示,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证监法规定,但股东6个月内在二级市场,进行股票买卖是不允许的,通过现金支付也是不得已而为止。 但有意思的是,王健林和王思聪父子控制的万达投资持有万达影是22.44%的股份,全部采用现金对价,而王健林妻子林宁持股万达影是4%, 却派用股份对价,作为夫妻,利益绑定一致,王健林和林宁本应属于一致行动人,而在这个交易方案中夫妻占一个拿现金,一个脑股份,也引发了市场猜测,是不是二人婚姻状况出现问题,或者提前进行了财产分割。 相关规定明确,关于一致行动人情形包括,持有投资者30%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认知的董事,监视极高级管理人员, 其父母,配偶,子女及其配偶,配偶的父母,兄弟姐妹及其配偶,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, 与投资者持有统一上市公司股份,2018年7月4日,深交所就这一关系提出问询,请万达便宜说明林宁与王健林,是否构成了一致行动人,截至目前,万达并未作出回应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